小姑娘在这卖玉米呢 玉米怎么卖的 一块钱一个 这些都是你从家里飞过来的 你飞过来要走多少路啊 这么久啊 走过来很累啊 小姑娘这样呢 叔叔是外地过来吧 然后今天出门的时候手机没电了钱包也丢了 叔叔想请你帮个忙啊 你看可不可以借两块钱给叔叔 叔叔去买个面包吃 或是买个吃饭呢 给这么多啊 就卖了这十来块钱都给我了 那叔叔太太太 太谢谢你了 你爸爸妈妈吗 那你这些玉米卖了的钱准备干什么 妈妈身体不好 这么懂事啊 要把这些玉米卖完了才回去吗 那这样 其实叔叔 不差这几块钱啊 然后 叔叔还把这个钱还给你了 好吧 叔叔这里就两百块钱了 然后 叔叔把你这些玉米 你只要卖鱼米卖完了 然后 你只要卖鱼米卖完了 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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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用客人了 对吧 你看叔叔是看有这么多事啊 然后 你把这些钱拿回去 我去帮忙 看看便宜 好不好 那你帮我拿那个袋子 把鱼米放起来 好 那叔叔把你的玉米都买完就可以回家了 你怎么回去啊 还是走着回去啊 走路这么远了 太累了吧 那叔叔这里 在另外给你的 然后你自己就回去 剩下的钱呢 叔叔给你 鞋子都扣了 脚子都扣出来了 你剩下的钱 你在买刷鞋子扛 好 不行 你听话是吧 你这样听话 把这钱拿到这 叔叔看你